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责人者实以长己之恶 放日的人需要生命却等于死了一样 人并非生而贵 而是因为其工作而贵 内心充满了妒忌和心中不坦白的人 言语不正的人 也不算容貌端正的人 心如虚空 包容一切 方能远离对立的观念 密密地关怀和祝福也是无形的布施 凡事深存诚恳 而不虚情假意 凡事要深存恭敬 而不藐视他人 暴露 淫欲 仇怨 焦虑 妒忌 我们都是苦的全员 大家最紧要多说些笑话 以幽默的态度处事 日子总会好过些的 好了 有继续就跟大家谈完继续 多谢上星期有网友留言 他们都说得对的 因为我们可能在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产品上 讲的时间多了少少 但是我们就希望跟大家先度个协先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些活动 如果我们不讲的 有些网友真的不记得了 同时间来讲 因为旧有的网友 他们有我们的电话 他们就可以用我们的WhatsApp 跟我们通讯 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尤其是因为有些活动 要提一提某些学员 或者有一些网友 希望大家量解一下 我们尽量将时间缩短 简化一点 大家就着重看这个PowerPoint 我们先要交代一下 感谢大家来讲 就在这个端午节这个时间里面 因为我们的朋友 他们拿了一些台湾的牛肉粽 真的令到人有少少惊讶 就是说反应非常非常之好 其实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出街跟大家介绍之后来讲 他们都回到一个讯息 告诉我们 大家知道到今天为止 订购的� editToday TIMS各了千只 今的认购的数目 其实 glacier Herzl分数两百多 即大约96个 很高兴的 几会很高兴的 还有很多人都有饭氮 我们今天 say 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明天已经截止,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送粽给大家 真是有多谢大家的支持 也可以这样说,大家可能会笑一下我 因为他们是牛肉粽,我本来不吃牛肉粽的 所以他们说捐功德,其实我是拒绝了 因为你买了牛肉粽来说捐功德,我觉得好像不太合乎 我自己觉得好像不太好 如果是这个减水粽就无所谓,这是我的原则 如果大家对三公的牛肉粽和减水粽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上期的PowerPoint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端午节 能够享用到一个很特别的台湾种 第二件事来说,上星期出了小命书 因为小命书会有一条五行坐运的手链 也很奇怪了,一出了之后来说,也有很多信问 也有一些已经落实了 甚至乎今天手链和命书已经送了出去给其中一个网友 因为他今早就接上来拿的,很开心的 那条旗港最主要是用海珊瑚 红色的,九指离火为主的 其他配衬来说,通常我们用5A级的水晶来的 也不算很贵,但价值不非 为什么呢?如果大家去看一看5A的水晶 就大概知道成本有多少了 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优惠 另外有线讯和网友在那里询问 我已经有很多水晶走链了 那我只用名书行不行呢? 是有的,那我们现在都回复了一些网友,海外的网友 如果只是名书来说,我们都是有一个小小优惠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自电给我们的师兄联络他,就安排 因为名书来说,我们的名书是比较厚一点的 但是我们会写了一面给大家 那名书来说,因为我是以紫微斗数为主的 所以在名书方面来说,我们都以12个工位 给大家去看一看你的天盘 还有要注意的人生的事项 好了,第三来说,就是说打坐班 打坐班来说,在礼拜六就开班了 现在来说,最顶多可能都会插到一个左右左右 报了打坐太极班的朋友,最重要是穿运动裤和球鞋 我曾经说过,最好买一双太极鞋 有些朋友就问,我只是学打坐行不行? 可以的,你可以学打坐,或者学一至两个月左右都OK 我们不断都可以插班 可以这样说 好了,今天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活动 还有我们有什么服务呢,就跟大家讲了 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讲的主题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 我们首先就讲一讲盲众 因为昨天就盲众 我们几乎每个月就会讲一个节气 以及以这个八字来说,预测那个月大概有什么事件 重要的事件会发生 希望大家可以在各方面留意多一点点 尤其是我们在盲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2024年6月5号至7月5号 在盲众的日子来说,就是4月29号 就是昨天,中午的时间来说 我们交入盲众的一个节气 我们用节气来计,就是五月的了 因为下个星期一就是这个端午节 今天就叫做五月初二 如果我们先用八字来看一看 这个八字来说,就是甲神 跟午,跟子,任午 因为五月份来说,就是火重 非常之火重 整个八字来说,全部都是 我们叫做天干和地支 都是阳干和阳枝来的 阳气我们叫做非常之重 我们看到来说,又有甲根 甲根来说,可以叫做金木交战 亦都叫金木交战 地支来说,两个五火来说,就夹着子 亦都是叫做子五就冲得很厉害 似乎火就相当相当之重 水来说,就受压 另外火来说,就烧到上面的天干的金金来说 就叫做一败涂地 可以说,金金是无力的 好了,所以在盲众之后这个时间来说 我们叫做,有一句形容词在八字 叫做,双金败铁 双金败铁 双金败铁来说,意象那里是代表了什么 其实现在来说,地缘的战争 都还在那里打,即是尔巴 另外来说,就是乌克兰 各部的地区的战争来说 可能继续持续 甚至乎来说,是会有些大型的战斗会出现 好了,接着来说,亦都是踏入了 好像我在,不知几个星期之前 曾经已经,两个星期之前 预测到,大概在新历的四月尾左右 会出现一个风球的 不太记得了,大家可以找回来看看 所以来说,在这个五月份来说 虽然是火很重 因为水火来说,叫做冲 风灾水患来说,特别会多一点 甚至少 八字来说,土非常的弱 火幻来说 står�為横 小形地震,是少些 在这个....我们说 在下空的灾难来说 但如同时都会出现 大家一切留意一下 尤其是在香港 香港现在在红千号 两个五次来说,活气安丧 Rashford 真是相当之厉害 预料来说,如果用八字去分解的话 预料来说,在农历的五月 水和火的灾祸或者灾患可能会特别多 甚至可能有些更严重的事件会出现 也要提一提,草花头和有木的姓名的朋友来说 可能会有些灾祸,大家要留意去防备一下 好了,接着来说,因为火相当之重,大概到五月 正如我在上一个节气说,股市就会上升 现在去到一万八千多,大家去看前几集就知道 曾经说过,但是火很多 我自己来说,在今年可能到金的月份来说 那个股市来说,售额的情况会更加大 那去到火月来说,因为金来说 本来来说,阳金都很重,透天 谁知道有两个五火在那儿 我们都说了,金来说是代表什么行业呢? 大家都比较注意的就是黄金 同时间来说就是金融 金融和实金是两回事的 大家要留意一点点,金融市场来说 因为金融市场来说,也可以说是带水的 因为销售嘛,但是以金为主 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股市方面来说呢 就可能呢,会在这个,入了盲总之后呢 会慢慢会调低一点点了 因为呢,如果我自己看呢 可能呢,就会在两千点上下的区间呢 会在这里上下的区间 所以来说呢,是不是会说 有些评论员都说呢 就是说,如果去到那么高点呢 可能真的会触发到有这个金融的危机 是会有的,但是好像未到时间 那我自己来看呢,这个时间呢 应该来说,在约摸是近秋的时间呢 就会出现的了,这个 那好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八字去看 对啦,那五月份来说呢 就我们叫做,火燥非常之炎热的 那我们今年就很特别啦 就是说,那个气温呢 到了现在来说,在新来的六月都好 都是在24度至27度之间 是之前有几天呢,曾经试过去过31度 如果用一个八字来说呢 就会看到来说呢 我们就说,整个八字来说呢 那个水呢,都是受到两个火力夹击的 那就会比较,有时会突然间很大雨 但有时来说呢,可能会比较干燥一点的 就是看这个局面来说呢 就似乎在经济方面呢 全世界呢,都可能呢 就是入了一个叫做静止 不动的环境里面 因为呢,五月啦,六月的时间来说呢 都是比较躁一点的 其实四月来说呢,因为呢 我们叫做阴火啦 五月来说就是阳火嘛 那所以来说呢 那个躁热来说呢 是比较多一点的 而在这个南方,就刚刚的朱雀位来说呢 也都是叫做火位啦 那令到这个五黄来说呢 在这个位来说呢 就更加劲的 那所以来说,在流月的 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流月来说的那个 我们九宫非星呢 如果看个图片来说呢 五黄杀来说,刚刚在正南 所以在正南这个位来说呢 就可能呢 就灾祸相当之多 那如果在世界上 或者我们苏细一点来说 用我们中国的南方来说呢 就是广东省啦 港西啊 香港啊 澳门啊 等等啊 甚至是台湾啊 都是东南啊 那这些地域上面来说呢 就是可能呢 会出现呢 是更多的 譬如火灾啦 大车祸啦 甚至乎来说呢 就会有一些 不可预期的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风骨啊 因为五黄杀呢 很多时候呢 是出现了一些灾害啦 甚至乎一些自然灾害等等 那样 那大家来说呢 就要留意一下啦 那我们跟着来说呢 就说呢 就在这个 呃 正南来说 就是五黄杀星啦 那另外来说 我们就要找那个二黑了 二黑来说呢 就会在这个 西北韦 那西北韦来说呢 就这么巧今年来说呢 就受到如果我们看回这个 什么啊 看回这个榴莲 榴莲的九公飞升的话 来说呢 就刚刚呢 就被这个 呃 九子啊 和五黄啊 二黑啦 等等 刚刚就在这个 流月那里出现 在这个时间来说呢 就可能呢 就会在西北方 或者西北边 那西北来说呢 甚至乎来说呢 甚至乎来说是欧洲啦 那可能会出现了一些政治啊 经济方面的 呃 一些大问题出现喔 那 英国来说呢 好像来着呢 又叫做 有选举啦 那可能呢 会 选到一些 大家都认为呢 是未必对 对英国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甚至乎来说 对于欧洲来说呢 都会有一些 不好的东西会出现 那所以来说呢 就在西方来说呢 应该来说 会可能呢 就会出现一些 因为你来说呢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二黑啊 和五黄呢 有些病灾啊 甚至乎一些大型的灾害呢 都会在这些方位 就是那里出现的 那好了 汪仲这几个月来说呢 我们见到呢 在欧洲啦 那和这个东南亚都好呢 会出现一些什么呢 政治的争锋啦 社会的动乱比较多了 那甚至乎呢 经济呢 就会开始 有少少下滑 那在这个 我们叫做 在这些不好的 方位里面呢 就是会出现些 什么事呢 那样 那我们来说呢 就一般来说呢 我们见到呢 战争现在有些持续着呢 甚至乎开些战线呢 会出现一些恐怖活动 在欧洲啊 在这个 中亚细亚等等 这些地方啦 甚至乎来说呢 有些地区 会可能出现 有些山林爆发的哦 即是叫火山啊 爆发啊 甚至乎有些大火 比较多些 那地震呢 就会有 可能就会少些的 另外来说呢 就要记住来说呢 有一样东西呢 因为火拖 火重来说呢 有些某一些地区 某一些地区来说呢 会出现一些 譬如我们见到来说 最重要来说 东南位啦 这个西北位啦 和这个正东方 这些位呢 都是在榴莲和榴月来说呢 叠了这个五黄和二黑 以上三个方位来说呢 可能会出现有一些呢 以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呢 以一种叫做爆炸物 爆炸品的恐怖活动啦 那所以来说呢 大家要留意啦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方位呢 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着 在这个芒种 这个五月份呢 去旅行呢 就要留意一下这些方位啦 如果可避呢 就撿避 那因为来说呢 我们见到 如果比较 可以去 好小小的地方玩一下 另外来说呢 东南亚 记住东南亚 哈 因为榴月来说呢 就刚刚呢 九指离火的喜庆星呢 就到这个位 那去到这个位来说呢 可能呢 就会比较好些 另外来说呢 大家都要看一看智新 那个今年来说呢 是否适合呢 就是说出远方去旅行等等 好了 另外来说就是说 重点来说 都放在这个 正南方啦 东南和正南有些少少不同啊 因为真是叫正南啊 因为正南来说呢 正南来说呢 也都有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呢 正南来说呢 也都有这个 八百财星的位在里 那所以来说呢 在这个 南边来说呢 在这个经济啊 或者在这个金融的市场方面呢 可能会比较多少些动荡 那另外西南和正东来说呢 正东来说的月煞在这里啦 那也都受到这个 七尺双甲的冲击 那是非啊 真争啊 政治争争啊 等等的来说呢 都会比较重一点的 那另外来说呢 那我们又看一看西南啦 那刚刚来说呢 流月飞星他们有九七啊 那火煞来说 再看到这个痴油呢 那在这个 性南和这个五黄的冲击呢 那所以这里呢 灾祸会比较多一点的 那那 如果来说 我们大概是说了 整个就是 流月的 就是九宫的飞星 最重要了几个位呢 就是会发觉到呢 在这个月份呢 可能会出现有多一些 夏天才可能出现一些 有昆虫 或者一些 动物而引致的一些 新的病症啊 或者 不是新的病症 就是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孤独啊 就是其实来说 引申来说呢 就是一些 比较上的 可能是一种 传染病啊 或者一些菌啊 那些这样呢 会是比较多 少少的 尤其是来说呢 在这个正西边 因为正西边来说呢 刚刚来说呢 我们见到 来说呢 就有个三壁星 和个五黄呢 就是如果在风水学上呢 叫做风古沙啊 那所以来说呢 在欧洲呢 西方 或者是偏近西面的地方 如果中国大陆来说呢 就是我们说 偏近西藏啊 新疆啊 那边等等呢 就是要注意了 如果在香港来说呢 我们一直来说 看新界西啦 就是说沿着这个 屯门公路啊 那些地方等等 那香港岛来说 就是西半山啊 就是和西边有关呢 那可能在那些地方呢 是会有一些呢 感染啊 和传染的一些病征呢 来说呢 是会比较多少少的 那好了 我们见到来说呢 就是说 在这个流月 就是盲中的时间呢 有些方位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了 那同时间来说呢 就是说 第一就是火啦 第二来说呢 就是可能在金融市场方面呢 是出现比较混乱的 混乱来说呢 可能在政策上面出现啦 甚至乎市场的波动啦 不过 那个波幅呢 就不算说 真是很大的 那大家来说呢 就是都要 就是注意一下啦 那样 尤其是来说呢 就是 在这个政势 出现了二五交加啊 那令到来说呢 亦都可以说呢 合了这个月份的三碑 三碑星呢 就成成了一个斗牛杀 我看来来说呢 这个月份来说 西方来说呢 可能在那个 爭拗点啊 可能政治方面 地缘政治 战斗方面来说呢 是会出现一些很大的灾祸 一些大的事件 会在这个月份出现 那好了 略略呢 就说了这个 盲中这个流月呢 那大概来说呢 就是我们说 只要做一个 小小的总结来说呢 因为呢 八字就金木交战了嘛 那也都有这个子鹰又充啦 那大家来说 那个可以想象得到呢 在这个战事啊 战争啊 那争论方面来说呢 会持续不悠 那火也都非常之旺 那大家要留意了喔 做很多些呢 从火啊电啊 有关的一些措施等等 那好了 这个流月的八字 和这个飞星来说呢 就说到这里 那接着我们第二次呢 就会说一说呢 啊 新河太的 一个名盘 焦点视频开台已经踏入第五年了 非常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将会在八月三号 举行五周年的网聚 整个活动我们会邀请很多位的开运专家 名人嘉宾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打合招和吃晚餐 畅情愈下 日期是2024年的八月三号 星期六 时间是晚上的六点至九点半 地点就是西九龙中心的七楼 而费用呢 我们分两个 一个是三百九十八元基本 和六百八十八元礼遇 礼遇级别呢 可以确保入籍一定是坐得比较前的位置 和会得到活动福袋一个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焦点视频搞活动 最喜欢的人人多野酒 年初开运送已经派了超过一百份礼物 今次台庆抽奖更加预了超过二百份礼物 和现金奖送出去 保证人人又吃又吃 记得掃右上角二维码 立即了解和报名参加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邰侠网